日前 香港特区政府政治及内地数据局长曾国卫 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首先要做好成 教 制三方面的工作 我们还是要做好人心的工作 我们也要提高国家意识 爱国教育 要让广大市民真心的对国家有这种归属感 这种认同感 另外呢 是去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要实习求是的 为老百姓去谋服务职 为人民服务 同时我们也要为老百姓要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生活 这个就是我们的初心 曾国卫表示 此前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 提到的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打造一带一路功能平台 实现经济多元可持续发展等内容 为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但相较经济发展 曾国卫表示 自己更关注规划建议中 有关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的新提法 他指出 政权稳固 国家安全 以及社会稳定是发展经济的重要前提 政权必须稳固 国家必须安全 还有我们社会必须稳定 在这几个前提之下 我们才能够谈经济发展 不然的话呢 就算你经济上能够取得一时的成功 但是这个是不牢固的 就好像是我们一个微微大厦 建于杀对机上 这个是不牢固的 即便是你在辉煌的情况下 也不可能是长远 所以你必须要先把政治上的问题先解决好 所以为什么这次大家看到 这个十四五规划的建议 确实是本末有区分的 不能够舍本着墨的 谈及十四五规划建议中 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表述 曾国卫表示 自己的老家就在深圳 他见证了深圳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 以及香港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他说 未来香港还将继续发挥传统优势 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并肩同行 目前来说 香港还是有很多传统的优势 比方说有教育 香港这方面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优势 现在很多我们香港的大军院校 也在深圳去落户发展 这个也是对于打造人才库 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 都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机缘来的 另外好像是我们医疗的系统 香港也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我们也鼓励很多香港的医疗机构 在大湾区深圳去发展 另外就是香港还是很多科技创新的一些人才 这个对于在深圳 还有其他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来说 这个也是很值得借助的 因疫情 原定于2020年9月举行的 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换届选举押至今年 就疫情期间可能有大量香港选民因滞留境外 无法回港投票的问题 曾国卫表示 特区政府和选举管理委员会 正致力于研究推行境外投票的可能性 将努力确保所有公共选举都在公平 公开和诚实的情况下进行 目前来说我们还是就各方面去研究 包括到时候是不是需要去做一个预先登记 到时候的投票点票怎么样 选票票箱来回运送是怎么安排 包括票站里面出现继续上的问题 怎么去处理 境外出现一些违反法律的情况 怎么去跟进处理调查 举法等等 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所以我目前来说我们是希望尽快 但是还是要实际收拾 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了 我们才去退行这个安排 当然我们希望在下一次选举 就是我们延号到今年9月份的选举 能够落实好这些安排 我们下一次的安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